来吧兄弟们,今天来到海边发现这么一个东西啊,妈的妈的,这条章鱼属丝也不小啊,一条腿都够我喝两瓶了啊,嘿嘿嘿,如果我能成功把它拽出来的话,打热铁能不能给我点上个双鸡呢,天天给你们要双鸡,你们也烦了,给个关注吧,看我下午干海直播咯。 来吧朋友们,章鱼是一种软骨海洋生物啊,比它小两倍的洞口,它都可以钻进去,你的老铁一进来看到此视频,它都会留下一个小红星,你的朋友没见过大海,喜欢户外赶海的,它都会加个关注。 喜欢大海的,喜欢户外赶海的男生女神,留下你们的双鸡,加关注,看我今天中午直播,来吧朋友们,来今天给墨鱼取个骨啊,这墨鱼不仅是可以吃啊,它的骨头也可以做药材,有些人进来之后会熟悉的给你点亮一个小红星,因为他知道这样可以提高自己账号的活跃度啊,喜欢大海的,喜欢户外赶海的朋友们,双鸡关注,看我下午直播,来吧兄弟们,在海洋中做八岛鱼非常简单,首先你必须有一条八岛鱼,这条八岛鱼,是我在海边做的, 这是还原下当场的情景啊,天天和你们要双鸡,你们也烦了,此视频难道不要双鸡了,给个关注吧,看我今天中午一点钟左右赶海直播,来吧兄弟们啊,这是一只小河童鱼啊,在它升起起来的时候,它肚子会鼓胀起来,好像在自我保护一样,有的朋友定来第一次看见这么可爱的鱼,反手就是一个双鸡啊,有的朋友喜欢户外赶海,捉鱼,捉虾,捉虾,捉螃蟹的,他就会给你一个关注啊,喜欢户外赶海的关注,来吧兄弟们啊, 这游民为小丑鱼啊,在他活着的时候,他的牙齿可以有断那个铁丝啊,他连什么都吃,你看嘴里面还有个石头啊,听老一辈的游民说啊,他的鱼皮可以做成甜包,特别耐用啊,一次见的给个双鸡,喜欢户外赶海的给个双,给个关注,看我直播,来吧兄弟们啊,这是一条生活在深海里面的鱼啊, 在吃他之前,必须用剪刀把他的牙齿给去除,有的老铁说你讽刺这么少,还在坚持着什么,可是谁又能懂得咱们这个年龄背后的心酸,如果你也是一位在外拼搏流浪的年轻人,请给我留下个双鸡,关注我看我,朋友们,在海边转悠了一中午,又捉了三只章鱼,这是其中一只,分享给大家,希望此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快乐,订来的朋友们,麻烦给我一个双鸡,记得关注我,看我每天带你们做海鲜,今天晚上八点半左右,户外赶海鲜, 有时间的来观看,赶海有时候靠的是用气,用气好了,可以做很多很多海鲜,有的老铁喜欢吃八岛鱼的,看见我做这么多八岛鱼,就给了一个双鸡,有的老铁,感觉户外赶海这么辛苦的,立马给了个关注啊,订来的男生女生,喜欢户外赶海的双鸡关注,看我今晚直播,来吧,朋友们,晚上好,当你们在挑选摩眼罗的时候,一定要把这里面的水分给挤干啊,一斤的摩眼罗,洗了的水分啊,这老板太黑了啊,有的老铁订来之后,学到了 这时,就凡手给我个双鸡啊,有的老铁喜欢户外赶海的,一马给个观众,关注我,看我今晚直播,赶海时间长了,他总会有意外的收获啊,今天来到这片新的海域啊,发现了这么多八岛鱼,好像在开会一样,有的老铁会问我八岛鱼好不好吃,吃过的给个双鸡,喜欢户外赶海的男生女生,留下关注,看我今天晚上户外赶海直播,我还听妈的好多,来吧,兄弟们,今天在海边赶海的时候啊,抓了一条鳗鱼跟一条八岛鱼,把它两放在 一起的时候,奇迹居然发现了,他俩居然打起来了,我的妈的打得好激烈啊,此视频希望能换取大家的一个小红星,喜欢户外赶海的朋友们,关注我,看我下午赶海捞